会计师事务所知品质管制 1.前言 第一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提供审计及相关服务,应依本公报规定建立品质管制制度 第二条,事务所人员查核历史性财务资讯,包含查核财务报表,时,个别查核案件所应执行之品质管制,应依审计准则公报第44号查核历史性财务资讯之品质管制之规定办理 第三条,品质管制制度细由政策及程序所构成 政策细为达成第五条所速目标所定之基本方针,程序细为落实政策及追踪考核其遵循情形所定之具体做法 第四条,事务所依据本公报所定定制政策及程序,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事务所知规模,业务性质及是否为联盟事务所 二,品质管制目标 第五条,事务所建立品质管制制度之目标,细为合理确信下列事项 一,事务所及其人员已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 二,事务所获主板块技师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参,定义 第六条,本公报用语之定义如下 一,事务所 由会计师组成,以执行会计师业务为目的之个人,联合,法人或其他形态之组织 二,联盟 符合下列条件之组织 以合作为目的 以分享利润或分摊成本,或共同之所有权,控制或管理,或共同之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或共同之经营策略,或使用相同品牌或专业资源为目标 三,联盟事务所 与其他事务所同由某全国性或国际性事务所控制,拥有或管理之事务所,以及隶属于联盟之事务所或个体 四,主办会计师 事务所内对案件之执行及报告负责之会计师 五,人员 包括会计师及职员 六,职员 会计师以外之专业人员,包括事务所雇用之专家 七,案件服务团队 执行案件之会计师,职员及事务所委托为案件执行程序之人员,但不包括外部专家 专业准则 细致 审计准则公报及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公报 九,工作底稿 记载所执行工作,所获取结果及所达成结论之记录 十,案件品质管制复核 于报告日前执行之程序,用以客观评估案件服务团队所作之重大判断及报告所依据之结论 十一,案件品质管制复核人员 对案件品质管制复核具备足够且是切知经验,能力极权限,且未参与案件之会计师,事务所其他人员,是当之合格外部人员或前诉人员所组成之团队 是当之合格外部人员 具有专业能力能担任主办会计师之非本事务所人员,例如其他事务所之会计师 追踪考核 持续考量及评估事务所品质管制制度之程序,包括定期选取已完成之案件进行检查,以合理确信事务所知品质管制制度系有效运作 检查 对已完成案件所值行之程序,用已查证案件服务团队是否遵循事务所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 4.基本准则品质管制制度之要素 第七条,事务所应建立品质管制制度,该制度应包括处理下列要素之政策及程序 1.事务所领导阶层对品质管制之责任 2.职业道德规范 3.案件之承接与续认 4.人力资源 5.案件之执行 6.追踪考核 第八条,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应书面化,并传达给事务所人员 6.该向传达除迅速品质管制制政策及程序与所欲达成之目标外 7.尚需续名每位事务所人员均对品质负有责任,并应遵循该等政策及程序 7.第九条,自事务所人员取得对品质管制制度之回馈以建制为重要 8.因此事务所应鼓励事务所人员对品质管制事宜提出看法或建议 8.事务所领导阶层对品质管制之责任 9.第十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以塑造于案件执行中注重品质之内部文化 9.该等政策及程序应规定由事务所之执行长,或相当层级之人员,或经营委员会,或相当层级之单位,承担品质管制制度之最终责任 9.第十一条,前调之政策及程序,一应涵盖事务所人员之绩效评估,讲及升迁,包括激励制度,以彰显事务所对品质之最高承诺 9.第十二条,事务所领导阶层应负责品质管制之管理权责,以确保业务考量不能损及所执行工作之品质 第十三条,事务所应投入足够之资源,以定定及支持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 第十四条,事务所指派负责品质管制制度运作之人员,应具备足够且是切之经验,能力及权限,以履行其责任 职业道德规范 第十五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事务所及其人员以遵循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 第十六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事务所,事务所人员及其他受独立性规范之人员,包含联盟事务所人员,以依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维持独立性 该等政策及程序应使事务所能执行下列事项 一,向事务所人员及其他受独立性规范之人员,传达事务所之独立性规范 二,辨认及评估可能影响独立性之情况,并采取是当措施消弭该项影响,或将其降低之可接受之程度 必要时,终止该案件之委任 第十七条,前条之政策及程序,应规定下列事项 一,主板块即使应向事务所提供案件之相关资讯,包括服务范围,使事务所能评估该案件对独立性之影响 二,如发生可能影响独立性之情况,事务所人员应紧速通知事务所,以采取是当措施 三,搜集集传达相关资讯与事当人员,彼使 事务所及其人员易于确定其是否符合独立性规范 事务所能记载及更新有关独立性之资料 事务所可对所辨认影响独立性之情况采取是当措施 第十八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违反独立性规范之情事会被告之,彼采取是当因应措施 该等政策及程序应包括下列规定 一,事务所人员应紧速将所获之违反独立性规范之情事通知事务所 二,事务所应紧速传达违反独立性政策及程序之情事,彼使 主板块技师及事务所可处理该违反情事 事务所与联盟内其他相关人员及其他受独立性规范之人员,可采取是当措施 三,主办块技师,事务所与联盟内其他相关人员及其他受独立性规范之人员,在采取是当措施后,如有必要,应紧速将所采取之措施通知事务所,使事务所能决定是否应采取进一步之对策 第十九条,事务所应向虚一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维持独立性知事务所人员,取得以遵循独立性政策及程序之声明书,每年至少一次 第十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规范下列事项 一,同一刻互之确信服务案件,如常其由相同资深人员执行,应定定标准,以决定是否需采取补强措施,将熟悉度对独立性知营想将至可接受之程度 二,对上市,会,公司财务报表之查核案件,如主办会技师承办期间以达会技师职业道德规范或法令所规定之期限,应与轮条 第十条,事务所对于案件之承接与讯认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于符合下列条件时,事务所方能承接或讯认案件 一,以考量客户之诚信,包括客户主要股东,高阶管理人员及治理单位人员之身份及生育,且无资讯显示客户缺乏诚信 二,能升任案件之执行,并具备足够之能力,时间及人力 三,符合快技师职业道德规范 第二十二条,事务所于承接新客户之案件,讯认现有之案件及承接现有客户之新案件前,应取得当时情况下事务所认为必要之资讯 第二十三条,事务所承接或讯认案件时,如发现有潜在之利益冲突,应考量承接或讯认该案件是否适当 第二十四条,事务所如发现问题,但仍决定承接或讯认案件时,应将该等问题之解决方式做成书面记录 第二十五条,事务所如于接受委任后,使获悉先前不知之资讯,而该资讯如于接受委任前获悉,事务所将拒绝接受委任,有关此类案件是否继续接受委任之政策及程序,应考量下列事项 一,事务所在专业上及法律上之责任,包括事务所是否需之会委任人,或于某些情况下需附之主管机关 二,终止该案件之委任或一并终止与客户关系之可能性 人力资源 第二十六条,事务所应定定评估其职员专业能力之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事务所有足够具备专业能力,并承诺遵循快技师职业道德规范之人员,使下列事项得已达成 一,依专业准则及法令执行案件 二,事务所获主办快技师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案件服务团对之指派 第二十七条,事务所应为每一案件指派主办快技师,并订定政策及程序以规范下列事项 一,事务所应将主办快技师及其职责,告知客户管理阶层及治理单位之主要成员 二,主办快技师应有事当之专业能力,权限及时间,以执行其职务 三,主办快技师之责任应与明确界定,并使其充分了解 第二十八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据以指派有专业能力及时间之职员,使下列事项得以达成 一,依专业准则及法令执行案件 二,事务所获主办快技师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案件之执行 第二十九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所有案件均依照专业准则及法令执行,且事务所获主办快技师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该等政策及程序应涵盖下列事项 一,案件执行 二,案件监督 三,案件复合 第三十条,有关案件复合政策及程序之定定,其基本原则为案件服务团队中较有经验成员,能及时复合较无经验成员所执行之工作 咨询 第三十一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下列事项 一,对困难或具争异性事项已进行事当咨询 二,已具备足够资源使咨询得已进行 三,咨询知性值与范围已做成书面记录,并经咨询者及被咨询者确认 四,咨询知结论已做成书面记录并付诸执行 案件品质管制复合 第三十二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规定特定案件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并设定复合之性值,时间及范围 该等政策及程序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对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之查核案件,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 二,设立标准以评估前款以外之审计及相关服务案件,是否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对符合标准之案件,均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 三,对于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之案件,应于报告日前完成复合 第三十三条,对于有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参与之案件,事务所知政策及程序仍应规定主办会计师需对该案件及其执行负责 第三十四条,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应包括对下列事项客官之评估 一,案件服务团队所作之重大判断 二,报告所依据之结论 第三十五条,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应包括 一,与主板块济师讨论 二,复合财务报表,其他主要资讯及拟出具之报告,尤其需考量报告是否适当 三,复合所选定有关案件服务团队所作重大判断及所达成结论之工作底稿 第三十六条,对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之查核案件,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应考量下列事项 一,案件服务团队对于事务所独立性之评估 二,对存有其见,困难或据争异性事项,是否已做事当咨询且达成事当结论 三,所选定复合之查核工作底稿,是否能反映工作执行时所作之重大判断及支持所达成之结论 第三十七条,事务所定定政策及程序规范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之指派及试任性时 应考量下列条件 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所应具备之专业资格,包括必要之经验及权限 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于案件执行中,可被咨询但不致损害其客观性之程度 第三十八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维持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之客观性 第三十九条,事务所知政策及程序应规定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客观执行复合之能力如有受损,应与改派 第四十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将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作成书面记录,其内容包括下列事项 一,事务所案件品质管制复合政策须执行之程序均已完成 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已于报告日前完成 三,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认为已无任何导致案件服务团队所做重大判断及所达成结论有不是当之未决事项 旗舰 第四十一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处理并解决案件服务团队成员间,案件服务团队与被咨询者间,或主板块寄施与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间之旗舰 第四十二条,前调之政策及程序应规定下列事项 一,所达成之结论应做成书面记录并付诸执行 二,与其见解决后,方可确定报告日 案件之工作抵稿 第四十三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规定案件服务团队于报告日后及时完成工作抵稿之档案会整及归党 第四十四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控管工作抵稿之保密,保管,完整,存取及调约 第四十五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规定工作抵稿之保管年限,该年限应符合法令之规定及事务所知需要 追踪考核,追踪考核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 第四十六条,事务所应定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与品质管制制度相关之政策及程序具有关性及事当性,且被有效执行及遵循 该等政策及程序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持续考量及评估事务所知品质管制制度,包括定期选取已完成之案件进行检查 二,由事务所指派之会计师或其他具备足够且是切经验及全县之人员担负追踪考核之责任 三,要求执行案件或案件品质管制复核之人员,不可参与同一案件之检查 第四十七条,前调之政策及程序,应规定于检查周期内选取已完成之案件进行检查 缺失之沟通 第四十八条,事务所应评估追踪考核所发现缺失之影响,并决定该缺失系数下列和种类型 一,该缺失未必表示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不足以对下列事项提供合理确信 事务所及其人员已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 事务所或主板块技师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二,属制度性,重复性或其他重大性之缺失,致事务所需紧速采取改善措施 第四十九条,事务所对追踪考核所发现之缺失,应与主板块技师及其他事当人员沟通,并建议是当之改善措施 第五十条,事务所应于评估缺失后,是情况采取下列行动 一,对个别案件或案件服务团队成员,建议可采取之适当改善措施 二,将所发现之缺失,告知负责训练及专业发展之人员 三,修改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 四,对位遵循事务所政策及程序者予以惩处,特别是常位遵循者 第五十一条,如追踪考核之结果显示报告可能不适当,或于执行案件时遗漏必要程序 事务所应决定为符合专业准则及法令需采取之行动,并考虑咨询法律专家 第五十二条,事务所应至少每年将品质管制制度之追踪考核结果 告知主办会计师及事务所内其他适当人员,包括事务所之执行长或经营委员会,或其相当层级之人员或单位 告知之资讯因足使事务所及前诉人员依据其权责,紧速采取适当之措施,其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迅速所执行之追踪考核程序 二,执行追踪考核程序结果所得出之结论 三,如有属制度性,重复性或其他重大性之缺失,迅速该等缺失之性值即为解决或改正该等缺失所采取之措施 第五十三条,事务所如维联盟事务所,其追踪考核程序之一部分或全部,可能系以联盟为基础来执行,以达成一致性 如联盟内之事务所以依符合本公报规定之共通政策及程序,以执行追踪考核,且各事务所信赖此追踪考核制度,则事务所制政策及程序应规定下列事项 以联盟至少每年应与联盟事务所内之事当人员,沟通执行追踪考核之范围,程度及结果 二,联盟因谨速将所辨认品质管制制度之缺失,告知联盟事务所内事当人员以采取事当之措施 在前二项规定之情况下,联盟事务所之主办会计师,可信赖于联盟内执行追踪考核之结果 但事务所或联盟告知不疑信赖者,不在此线 抱怨与指控 第五十四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以合理确信下列事项已是当处理 一,对事务所执行之工作未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之抱怨与指控 二,未遵循事务所品质管制制度之指控 三,调查抱怨与指控时,所辨认识务所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设计或执行上知缺失,或事务所人员有未遵循品质管制制度之情事 事务所一应建立明确之沟通管道,使事务所人员能提出其疑虑,而无需担心会有不良后果 第五十五条,事务所依政策及程序调查抱怨与指控时,需由具备足够且是切知经验及权限,且未参与该案件之快技师负责监督 第五十六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将抱怨与指控及所作之回应均做成书面记录 品质管制制度运作之书面化 第五十七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规定每项品质管制制度要素之运作,均应做成书面记录 第五十八条,事务所应订定政策及程序,规定书面记录之保管期限,该期限应阻使执行追踪考核之人员,能评估事务所品质管制制度之遵循情形 如法令规定之保管期限较长,则以法令规定者为准 五,解释及应用事务所领导阶层对品质管制之责任,相关条文,第十条至第十四条 第五十九条,事务所内部之文化取决于领导阶层及其建立之典范 提升以品质为导向之内部文化,有赖事务所各级管理阶层明确,以致且经常采取之行动及传达之讯息,以强调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并规定 一,执行工作时应遵循专业准则及相关法令 二,出具于当时情况下适当之报告 前项行动及讯息有助于形成肯定及奖励高品质工作之文化,并可透过训练,会议,正式或非正式对话,宣言,通讯或被忘录等方式传达给事务所人员 该等行动及讯息已融入事务所之内部书面文件,训练教材及会计师与职员之评和程序内,以支持及强化事务所重视并尽力达成品质之信念 第六十条,领导阶层了解事务所之经营策略不能牺牲执行案件时所应达成之品质,对提升以品质为导向之内部文化质为重要 第六十一条,事务所负责品质管制制度之人原如具备足够且是切之经验及能力,有助于辨认及了解品质管制议题,并定定式当之政策及程序 该等人员如具备必要之权限,更有助于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之有效执行 职业道德规范,相关条文,第十五条 第六十二条,第十五条所称之快技师职业道德规范,其基本原则包括 一、正直 二、公正客观 三、专业能力及尽专业上应有之注意 四、保密 五、专业态度 会计师提供财务报表查核、专案审查及财务报表合约等确信服务案件,其独立性质为重要,以于第十六条至第二十条加以规范 第六十三条,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涵队确信服务案件独立性质规范,包括考量公众利益,对独立性质影响及采行之补强措施 第六十四条,事务所对于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之基本原则,系透过下列人员或方式予以加强 一、事务所知领导阶层 二、教育及训练 三、追踪考核 四、处理未遵循快技师职业道德规范之程序 相关条文,第十九条 第六十五条,事务所为表明对独立性之重视即使事务所人员了解独立性之重要,可借由取得之本或电子形式之声明书,以及对所发现之未遵循情况采取是当措施达成。相关条文,第二十条 第六十六条,同一刻互之确信服务案件如常其由相同资深人员执行,可能会因熟悉度影响独立性,事务所应依据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决定是否采取补强措施,以处理该影响。 第六十七条,事务所定定是当标准以处理熟悉度之影响时,以考量下列事项。 一、案件之性质,包括涉及公众利益之程度。 二、资深人员执行案件之期间。 补强措施包括轮条资深人员或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 第六十八条,熟悉度之影响与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之查核案件尤其相关。 对此类查核案件,主板块即施应于一定期间,通常不超过七年,后轮条,且至少需间隔一定期间,通常不短于二年,方得回任。 案件之承接与续任,相关条文,第21条至第25条。 第六十九条,关于客户之诚信,事务所应考量之事项例举如下。 一、客户营运之性质,包含其实务运作。 二、客户之主要股东,高阶管理人员及治理单位人员对于会计准则及内部控制环境采取较为宽松解释之态度。 三、是否有过度压低事务所公费之情势。 四、对工作犯唯有做不当限制之迹象。 五、可能有从事洗钱或其他犯罪行为之迹象。 六、更换事务所之原因。 七、关系人之身份及其声誉。 事务所对客户诚信了解之程度,通常随其与客户关系之持续而增加。 第七十条,依据案件之特定需求,复合快技师与职员之学经力有助于事务所评估是否有专业能力、时间及人力,以承接新客户或目前客户之新案件。 事务所于承接或续任案件时,应考量之事项例举如下。 一、事务所人员是否具备相关产业或特定领域之知识。 二、事务所人员是否了解相关法令规章,或是否能有效获取必要之技能及知识。 三、事务所内是否有足够具备必要专业能力之人员。 四、必要时,是否有可参与案件执行之专家。 五、是否有符合资格以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之人员。 六、事务所是否能与约定期限内完成案件。 第七十一条,事务所取得前条所诉事项资讯之来源,通常包括。 一、一、依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之规定,与目前或先前提供客户专业服务人员及相关专业人员沟通与讨论。 二、询问事务所其他人员或第三者,如银行、法律顾问及客户同业。 三、从相关资料库进行背景搜寻。 第七十二条,事务所决定是否续任时,应考量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执行案件所发生之重大事项,及其对续任之影响。 例如,客户可能扩展其营运至某一领域,而事务所对该领域未拥有必要之专门知识。 第七十三条,事务所终止案件或一并终止与客户关系之政策及程序,以涵盖下列事项。 一、与客户适当管理阶层及治理单位人员讨论,并说明事务所于执行案件过程中所发现之40级情况即你采取之行动。 二、事务所如决定采取终止行动,应与客户适当管理阶层及治理单位人员讨论终止案件或一并终止与客户关系之情势,并说明终止之理由。 三、考量是否有法令规范事务所需将终止案件或一并终止与客户关系之情势复之主管机关。 四、将重大事项、咨询、结论及达成该结论之依据,做成书面记录。 人力资源,相关条文,第二十六条。 第七十四条,人力资源之政策及程序一涵盖下列事项。 一、人员招募。 二、绩效评估。 三、专业能力。 四、职业生发展。 五、升迁。 六、奖。 七、人力需求。 有效之人员招募程序,有助于事务所甄选具备下列条件之人员。 一、有良好品德。 二、能发展专业能力以执行事务所之工作。 三、有事当之特制而能生认识务所之工作。 第七十五条,专业能力支培养语发展可透过多重方式达成,包括。 一、专业教育。 二、持续之专业发展,包括训练。 三、工作经验。 四、有教聚经验之职员教导。 五、对需具备独立性之人员给予有关独立性之教育训练。 第七十六条,事务所人员专业能力之维持,取决于事当之持续专业发展,使其能维持专业知识及能力。 有效之政策及程序以强调事务所内所有阶层之人员均需接受持续训练,并提供必要之训练资源及协助,使人员能发展及维持必要之专业能力。 第七十七条,绩效评估,讲及升迁程序,以对事务所人员专业能力之发展与维持,及对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遵循之承诺,加以肯定及奖励。 事务所可采取之措施包括。 一,使人员明白事务所对于绩效及遵循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之期望。 二,提供人员关于绩效、专业提升及职业生发展之评估及资商。 三,协助人员了解禁升至更大责任之职位,除以其他相关规定外,取决于执行案件之品质及对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之遵循,而为遵循事务所知政策及程序则可能遭受惩处。 对规模较小事务所知特别考量。 第七十八条,事务所知规模及状况将影响其绩效评估过程之架构,规模较小事务所可能使用较简易之方式评估其人员之绩效。 第七十九条,事务所内不如缺乏教育训练资源或因其他理由,可由是当之和格外部人员推行其人力资源之政策及程序。 案件服务团队之指派,相关条文,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 第八十条,事务所知政策及程序仪包括可监督主半块技师工作复合之系统,使其有足够时间以履行职责。 第八十一条,事务所指派案件服务团队并决定所需监督之程度时,对案件服务团队应考量之事项例举如下。 一,经由是当之训练及参与,对类私性职及复杂度案件之了解及实务经验。 二,对专业准则及法令之了解。 三,是当之专业知识,包括相关资讯科技。 四,对客户所属产业之了解。 五,专专业判断能力。 六,对事务所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之了解。 案件之执行案件执行品执之一致性,相关条文,第29条第一款。 第八十二条,事务所移透过政策及程序提升案件执行品执之一致性。 此目标通常透过书面或电子手册,软体工具或其他标准化表格,以及特定产业或领域之指引达成。 所涵盖之事项通常包括。 一,如何使案件服务团队了解工作目标。 二,遵循案件所示用准折之过程。 三,案件监督,人员训练及指导致过程。 四,执行复合工作之方法,所作之重大判断及所出具报告之形式。 五,将所执行之工作及复合之时间与范围是当作成书面记录。 六,及时更新所有政策及程序之过程。 第八十三条,是当支团队协同工作及训练,可协助教无经验之案件服务团队成员更了解被指派工作之目的。 监督,相关条文,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第八十四条,案件监督政策所涵盖之事向力举如下。 一,追踪案件之进度。 二,考量案件服务团队成员是否具有专业能力,是否有足够时间完成工作,是否了解指令及是否依据规划之方式执行工作。 三,对于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现之重大问题,考量其重要性并适度修订原先规划之方式。 四,于案件执行过程中,辨认应由较有经验之案件服务团队成员评估或应向他人咨询之事向。 复合,相关条文,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五条,复合时应考量之事向力举如下。 一,所执行之工作是否已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 二,重大事项是否予以辨认并进一步评估。 三,是否已进行适当之咨询,以及咨询结论是否已做成书面记录并付诸执行。 四,是否需修改所执行工作之性质,时间及范围。 五,所执行之工作是否支持所达成之结论,且已做成适当之书面记录。 六,是否已取得足够且是切之证据,已支持你出具之报告。 七,所执行程序之目的是否已达成。 咨询,相关条文,第31条。 第86条,咨询通常指与具备专业技能之事务所内部人员或外部专家讨论,以解决困难或具争议性事项。 第87条,咨询需要使用适当之研究资源及事务所整体之经验与专门技能,有助于提升品质及专业判断之运用。 事务所之政策及程序对咨询之重视,有助于提升对咨询风气之认同,并鼓励人员对于困难或具争异性事项进行咨询。 第88条,为时被咨询之事务所内部人员或外部专家,能在重大之专业、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及其他事项达成有效之咨询,被咨询者应。 1.被告知全部攸关之事时,使其能提供有用之建议。 2.具有适当知识、资历及经验。 根据咨询结果所作成之结论,应作成书面记录并付诸之行。 第89条,涉及困难或具争异性事项之咨询,应作成完整且详细之书面记录,使他人得以了解下列事项。 1.咨询之事项 2.咨询之结果,包括所作之决定,所作决定之基础及如何执行。 第90条,事务所需要咨询服务但缺乏适当之内部资源时,可利用下列单位所提供之咨询服务。 1.其他事务所 2.专业机构或主管机关 3.其他能提供相关品质管制服务之组织 事务所于签订咨询服务合约前,应考量外部提供服务单位是否具备适当资格。 案件品质管制服务,相关条文,第32条第2款。 第91条,事务所对查核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以外之案件,决定是否需执行案件品质管制服务时,应考量之标准例举如下。 1.案件之性质,包含涉及公众利益之程度。 2.对单一案件或同类案件,所辨认之异常情况或风险。 3.法令是否要求执行案件品质管制服务。 相关条文,第34条至第36条。 第92条,第34条至第36条所称之重大判断,其事项力举如下。 1.案件执行过程中所辨认之重大风险及对该等风险之因应措施。 2.案件服务团队所做之判断,特别是对重大性标准及重大风险之判断。 3.以更正及为更正所辨认不实表达之金额及其处理。 4.应与客户管理阶层及治理单位,或其他单位,如主管机关,沟通之事项。 第93条,案件执行过程中,于是当阶段及时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可使重大事项预报告日前及时解决。 第94条,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之范围,取决于案件之复杂度即可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不适当报告之风险。相关条文,第37条至第39条。 第95条,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之专业之事,经验及权限是否足够且是切,取决于案件之情况。 例如,查核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案件之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因为具备足够且是切之经验及权限,而有资格担任查核上市,贵,公司财务报表案件主办会计师之人员。 第96条,主办会计师于案件执行期间可能咨询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例如,确认所作成之判断可被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接受,该咨询可避免于案件执行后其发生其件,且不至于使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履行该角色之资格受到质疑。 如咨询为主办会计师对某一事想形成意见过城中之必要部分,则不是依旧该是向咨询该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 如咨询知性质及范围变为重大时,案件服务团队及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应注意保持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之客观,以免损害其客观性,如无法维持其客观性,事务所可指派案件服务团队以外之人员或是当之合格外部人员,担任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或被咨询者。 第九十七条,事务所有关维持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客观性之政策及程序,其中对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应作之规定例举如下。 一、非有主办会计师选择。 二、不参与该案件之执行。 三、不为案件服务团队做决定。 四、无其他影响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客观性之事项。 第九十八条,规模较小知事务所对前条所立举之事项,除实物尚不可行外,仍有其适用。 例如,对会计师人数较少知事务所而言,主办会计师得参与案件品质管制复合人员之选择。 第九十九条,规模较小知事务所如需对特定案件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时,可委托是当之合格外部人员或其他事务所执行。 前诉受托托执行案件品质管制复合者之资格标准,仍应适用第三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及第九十五条至第九十六条之规定。 旗舰,相关条文,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二条。 第十七条,有效之程序有助于尽早辨认出旗舰及提供处理旗舰之明确指引,并要求将旗舰之解决方式及所达成结论之执行情形,做成书面记录。 第十七条,解决旗舰之程序,可包括咨询其他职业会计师,其他事务所,专业机构或主管机关。 案件之工作抵稿,相关条文,第四十三条。 第十二条,法令可能对特定种类之案件,规定完成工作抵稿档案会整级归党之实现。 如法令未规定实现,依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务所需定定有关时限制政策及程序,以及时完成工作抵稿之档案会整级归党。 以查核案件为例,其档案会整级归党通常于查核报告日后六十天内完成。 第一零三条,事务所对相同资讯如出具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之报告,例如,为联署公司合并目的对某一倍合并个体之财务报表出具查核报告,日后又为其他法定目的而对相同财务报表出具查核报告。 有关工作抵稿档案会整级归党时限制政策及程序,是每一种报告为一独立案件。 相关条文,第四十四条。 第一零四条,一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除经客户同意,法令或专业准则要求揭露资讯者外,事务所及其人员对工作抵稿之资讯应随时尽保密之义务。 事务所及其人员依法需对客户之机密尽保密义务,特别是涉及个人之资讯。 第105条,工作抵稿无论细纸本、电子档或其他形式,如可能遗失或毁损,或在事务所部知情之情况下被更改,增删,则可能危及所载资讯之完整,存取或调阅。 事务所设计及执行防止工作抵稿因未经授权而被变更或遗失之控制,可包括下列事项。 1. 确定工作抵稿于何时由谁编制,变更或复合。 2. 于案件之所有阶段保护资讯之完整,尤其当资讯需提供及案件服务团队共用或经由网际网络传送给他人时。 3. 防止工作抵稿在未经授权之情况下被变更。 4. 允许案件服务团队及其他经授权之必要人员存取工作抵稿,以示当履行其职责。 4. 第106条,事务所设计及执行用以维持工作抵稿之保密,保管,完整,存取基调月之控制,可包括下列事项。 1. 案件服务团队成员使用密码,使谨经受全知使用者方能存取电子工作抵稿。 2. 于案件之事当阶段备份电子工作抵稿。 3. 于案件开始时分送工作抵稿与案件服务团队成员,于执行其兼编制工作抵稿及于结束时整理工作抵稿之程序。 4. 执本化工作抵稿存取限制,分送及除存之程序。 5. 第107条,实务上,原始值本工作抵稿可能经电子扫描后归入案件档案。 5. 在此情况下,事务所设计用以维持工作抵稿完整,存取基调月之程序,以对案件服务团队要求下列事项。 6. 以扫描之影本应含有指本工作抵稿之全部内容,包括签名、交叉、锁影及注解。 2. 将扫描影本归入案件档案,包括锁影及必要时与扫描影本签名。 3. 必要时扫描影本可被调阅并印出。 4. 基于法令或其他理由,事务所予扫描后可能仍需保存原始之本工作抵稿。相关条文,第45条。 第108条,事务所保管工作抵稿之需要及保管年限,随案件知性值及事务所知情况而已,例如,工作抵稿对未来工作是否具有重要延续性意义。 4. 保管年限亦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法令对某些类型之案件定定保管年限,或法令未定定但实务上通常是用之保管年限。 5. 第109条,查核案件工作抵稿之保管年限,自查核报告日起算不短于5年,但如联署公司合并报表之查核报告日较晚,则自联署公司合并报表之查核报告日起算。 第109条,事务所为符合第45条有关保管工作抵稿之规定,所采用之程序例举如下。 1. 使工作抵稿于保管期间得已调阅及存取。 此对电子工作抵稿油然,因所采用之科技可能随时间经过而升级或变更。 2. 于案件档案完成后,可提供工作抵稿被变更之记录。 3. 使经授权之外部单位可为品质管制或其他目的,存取及付和特定工作抵稿。 第111条,工作抵稿之所有权,处罚令或事务所内部契约令有规定者外,属于事务所。 事务所可斟酌将部分工作抵稿或工作抵稿之摘要提供及客户,为其前提系提供该等资讯不会危及所执行工作之有效性,且对审计及相关服务案件而言,不会损害事务所获其人员之独立性。 追踪考核追踪考核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相关条文,第46条至第47条。 第112条,追踪考核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之遵循情形,其目的细微评估下列事项。 1. 是否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 2. 品质管制制度是否经事当设计并有效执行。 3. 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是否已是当运作,使事务所获主板块即施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时当之报告。 第113条,对品质管制制度支持续考量及评估,可能包括下列事项。 1. 分析下列事项。 专业准则与法令之最新发展,即如何将其适当反应于事务所知政策及程序。 遵循独立性政策及程序之声明书。 持续之专业发展,包括训练。 关于案件承接与续认之决定。 2. 决定对制度应采取之补救及改进措施,包括将其纳入事务所知教育训练政策及程序中。 3. 将制度之设计,了解及遵循上知缺失,告知事务所示当人员。 4. 由事务所示当人员追踪,以确信必要之修改以紧速反应于事务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 第一依四条,检查周期之政策及程序,包括于一定年限,例如三年,之检查周期内,至少就每一位主办会计师选取一个案件进行检查。 检查周期之运作方式,取决于下列因素。 1. 事务所知规模。 2. 服务据点支数量及地点。 3. 过去追踪考核之结果。 4. 服务据点及人员备授权之程度。 例如,分锁是否有权自行检查,或仅有总锁才有权检查。 5. 事务所业务及组织知性质与复杂度。 6. 事务所客户及特定案件之风险。 11. 检查过程包括选取个别案件。 其中部分案件与检查前,可能不会通知案件服务团队。 决定检查之范围时,事务所可考量独立外部检查机构所检查之范围或结论,但该检查不可取代事务所之内部追踪考核。 第116条,对规模较小之事务所而言,追踪考核程序得由下列人员执行。 1. 负责设计及执行事务所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之人员。 2. 参与案件品质管制复核之人员。 事务所如人力有限,可委托市当之合格外部人员或其他事务所,执行案件之检查及其他追踪考核程序,亦可与其他适当组织签订共用资源之协议,以立追踪考核之进行。 缺失之沟通,相关条文,第49条。 第117条,对主板块寄师以外之人员告知所发现之缺失时,无需指出发生缺失之案件,然于某些情况下,该等人员可能需被告知前诉案件,使其得以履行职责。 抱怨与指控,相关条文,第54条。 第118条,抱怨与指控可能由案件服务团队成员或其他人员得知,其讯息可能来自事务所人员,客户或其他第三者。 事务所对前项抱怨与指控应是当处理,必要时得聘请法律专家参与调查。 第119条,规模较小之事务所,可委托是当之合格外部人员或其他事务所进行抱怨与指控之调查。 品质管制制度运作之书面化,相关条文,第57条至第58条。 第120条,对每项品质管制制度要素之运作,所作成书面记录之格式与内容系数判断事项,其应考量之因素包括。 1. 事务所之规模与服务据点之数量。 2. 事务所业务与组织之性质与复杂度。 规模较大事务所可能使用电子资料库记录独立性之声明,绩效评估及追踪考核之结果等。 规模较小事务所可能使用手写之笔记,检查表或其他表格等较简易之方式。 第121条,是当追踪考核之书面记录,例举如下。 1. 追踪考核程序,包括被检查案件之选取程序。 2. 记录下列事项之评估结果。 1. 是否遵循专业准则及法令。 2. 品质管制制度是否经事当社疾病有效执行。 3. 所知品质管制政策及程序是否已是当运作,使事务所获主半块即是能于当时情况下出具适当之报告。 3. 所发现之缺失及其影响之评估,以及决定是否采取必要措施之理由。 4. 录,负责。 4. 第122条,本公报自时时日起取代本会于中华民国78年12月16日发布之审计准则公报第18号查核工作品之管制。 5. 第123条,本公报于中华民国97年12月16日发布,并自中华民国98年7月1日起实施。 5. 第233条,本公报新据及结τικ机会预知悟 те今 не如今两次留意验三人。 3. 建设裁浴运疾之间的快速做了还 exped立吃! 3. 不限奐解전�座位置。 4. 这条